警方敲碎落地窗攻坚 两名嫌犯却从民宅后方山林窜逃 不过还是依序被警方逮捕 这处位于高雄山林区山区的独栋别墅 因为地处偏僻成为嫌犯制作毒品的最佳场所 警方经过长期跟肩追查 终于查获这一处制毒工厂 逮捕刘姓范贤等人 并查扣到大批的二级安非他命成品 半成品与制毒机具等 及时阻止近百公斤安非他命流入市面 透过资料库分析 同时接获勤资 在去年底发现高雄地区有某一个制毒集团 潜藏于深山当中设置制毒工厂 全案经我们曾三大队仔细的长期的搜证 并且仔细的采集相关的证据 发现这一个其资属实 那立即报警 台湾桥楼地方检察署甲官 属黑侦办 那我们同时联合了高雄市等相关单位 组成专案小组 进行搜证跟监 那全案在日前发现这个制毒集团 已经制造出大量的毒品 准备要卖出去的时候呢 我们立即发动强势的攻击 果然在高雄市山林区山坡地旁的 一栋不栋的扣天措里面一举查获大量的毒品 那全案呢除逮捕居体两名主权到案外 我们同时搜索查扣到 二极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品 23公斤 半成品96公斤 以及大批的制毒原料与制毒机具 警方已经将全案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地检署侦办 警方表示制毒工厂因为会排放制毒废弃水 经常隐藏在偏僻山区进行作业 警方将持续规划锁定制造运输 及贩卖毒品集团 与潜藏在此类山区的犯罪分子进行查棄 不让毒品危害国人健康 记者张祈腾 台北报道